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呢 今天这支视频呢 是温馨版的白孩条 占联序剧第二期 那我们上一期呢 就是朱安娜的家庭 生了六个孩子 其实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就是一期生六个 那我希望说这一期视频呢 可以再生两到三个吧 到两到四个 如果是双胞胎的话就更好了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呢 是季星 季星是我们朱安娜的partner 是我们朱安娜后期找到的一位 住在一起的potential romantic partner 然后呢 她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面 看上去不是很养眼啊 所以说我这期视频 一开始就为她重新打扮了一下药 然后又重新化了一下妆 那现在呢 就是这个形象 OK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到游戏里面去 那我第一件事情想做的呢 就是打开我们的家庭电脑 我想看一下黑修方面的一些 执行的一个百分比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都启用吧 来启用 重婚也启用 浪漫限制 这个不用了 我限制忽略性别启用 允许长的接待启用 老年启用 老年启用 青少年啊 百分之七十可以的 青年百分之八十可以 成年人百分之九十可以 老年人 OK差不多了吧 我们再看一下 串重接待百分之八十 同性恋 我们选择两方吧 这样子生出来的孩子会比较多 这个算不算作弊啊 我们的黑修反应 想用双人床 无嫉妒 还是要有点嫉妒的 睡前 黑修是要的 其他设置呢 任何情绪都可避免 就不用了吧 太麻烦了 家庭人数上千一百 我们来保存一下 那这是我们的 看一下 柱零五和柱零六 现在还是婴儿的阶段 我们的柱有量 现在是深受启发 然后他帮柱零五 又年长了一岁 好动 还是这个吧 情感激烈 或者是敏感的小孩子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零六号 是零六吗 对零六 我们基金来到一楼 那我们的安娜也来到一楼 我们来帮他增加年龄 我们等基金过来 那为什么 就是小孩子有些时候是黑的 但其实长大之后就不是黑的 我不知道这个是 这是母女眼神司里面的bug 还是怎么样 哇 刚刚开始 增灵就开始拆家了吗 我们来要求 这谁呀 叫什么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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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来着 既然他既然在我们的选项范围之内 那我们就让他一起来 一起来帮这个家里面大扫除啊 我们的猪有亮在和 嗯 猪灵舞 在聊天 在玩躲猫猫 我能够说一句啊 好美的晚霞吗 我们的有亮和猪灵舞 聊得还蛮开心的 我们让安娜来帮猪灵舞 来喂一下奶 我们的猪南风是红的哟 它是又去外面去 就是去晒了吗 就是日光玉 它特别喜欢做日光玉 我们的猪南风 现在我们的猪产呢 跟猪灵六 也来消 就是再交流一下 哇 这个眼镜还蛮酷的 虽然说红色有点太过于突兀 诶 我们安娜带猪灵舞去哪儿 呃 好吧 可能是在外面去喂奶 不想给别人看到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的静心也来到二楼 照顾一下我们的猪灵六 我们来看一下猪灵六 然后呢 来喂一下奶 然后再跟猪灵六互动一下 哎呦 我们的猪灵六长得非常的漂亮 为什么可以那种灰白灰白 那种死白的颜色 像伯爵的肤色一样 然后顶上还有个台阶 我们先不着急整容啊 因为现在年龄实在太小了 整容也没什么意思 长大就不一样了 我们呢 呃 帮猪灵六打个阁 休息一下 消化一下 然后呢 就帮他去洗把澡 这是花瓣的那种泡浴 浴池 哎 我忘记了 这是男生还是女生啊 现在是晚上七点半吧 我们的灯光要亮起来了 会特别特别的常亮 OK 我们现在呢 再把祖先拉回到安娜 哦 我们的猪灵五正在生气耶 OK 我们的安娜正在安抚他 安抚他露眠吧 我们开启摇篮曲会不会好一点 现在我们的安娜想去看一下 桌灵六啊 这是我们的一楼 我们的一楼就是 呃 一个卫生间 一个卧室和一个书房 然后一个小阳台 我们的友谅也正在想跟我们的猪灵五 有个互动 然后他想去看书 哎呀 我们的猪灵六建设的地上 就是我们寄星已经睡着了 应该是在寄星睡着的时候 我们的猪灵六在那里 还在那里爬来爬去 我们的猪灵六好像不想睡 那安娜就算了 就直接到楼下去 反正也不会出什么事 再加上我们的安娜呢 现在感觉很不舒服 他想去游泳 哦 看下我们的南风在 这个脸也太搞笑了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啊 不过我让他过来照顾一下猪灵六 让他哄去睡觉呢 看一下行不行 那我们家的床就是被猫给毁了的 我们的猪灵风现在呢 跑去看猪灵六去 看一下他行不行啊 能不能哄猪灵六睡觉 他是现在目前我们家 唯一的男人语什么 作为我们家唯一的男丁啊 我觉得我要让他整一下容 就是自从就是每次 母念生思更新之后 那我的模拟小人这个形象 我就会变了一点 就会丑一点 然后我还要重新再去 帮他们再去修整一下 床男风不负重望啊 终于把猪灵六给哄睡了 我们的安娜呢 现在吃东西 她游泳用回来了 我们来喷制一点 健康的一些餐食 我们来喷制一个全麦煎饱饼怎么样 我们来尝一下 我们从之前从来都没有试过 因为我们的猪红汤 获得了钓鱼技能 他们总是在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获得了很多技能 不过也挺好 因为我们家人太多了嘛 不可能就说一个一个都过得过来 我们的安娜是大厨了 十级大厨 哇这个手法 炉火纯青 因为现在我们的四个孩子 都睡觉了 祝有量祝禅 祝05祝06 我们的门卡现在正在厨房 可能想要 catch a can'tion 我让我们的男风过来 来复活一下我们的门卡 然后跟我们的门卡一起 玩耍一下 互动一下吧 然后呢 顺便我们安娜 把这个煎饼做完之后 大家可以一起吃嘛 就一个人可能吃不掉 因为我是做了全家 全家套餐的那种 分量的 薄饼 OK 我们要开吃啦 我们的门卡也过来了 这只猫还是蛮黏人的 这只猫是挺乖的 除了就是喜欢抓沙发 我们来喂一点兽一点行吧 毕竟满了就要喂嘛 家里就有一只猫 我们时不时的应该给门卡 吃一点健康 健康点心啊 他说到健康点心 他就有点生病了 嗯 我们有两个选择 要么就给他吃健康点心 要么就去带去上医院 OK 我们现在红堂 感觉非常的不堪重 而且非常的饿 那他就先让男风 把桌子擦干净之后呢 他来做一份大餐 那我们要做豆腐火鸡晚餐 我觉得女生要多吃一点 就是豆腐啊 然后 还有豆奶啊 豆浆啊什么的都是不错的 我们来让猪蝉啊 加入他的一个烹饪的烹饪的这么一个活动当中 这背景那幅画 这永远都是画不完的 什么时候把它给 把它给画完了 也不知道是谁画的 好像是男风画的 所以这家人是有心灵感应的 红堂也没有就是 叫一嗓子 让猪蝉下来做饭 但是猪蝉就已经知道了 心冲冲的往底楼走 达到了三级的烹饪技能 我们的红堂 才三级 因为我们的男风 要疯了 要疯了 他的一个生活方式 没有达到他的一个预期值 我们的猪蝉身上 冒着绿烟 就说明他应该是要去洗澡的 我在想 他是先吃完饭再去洗澡 还是怎么样的 看他自己的选择咯 来我们大家来吃饭 我们来吃鸡 那猪蝉呢 是决定先去洗把澡 然后再吃饭 吃完饭呢 我们的红堂就想起我们家的门卡 来帮他来打理一下 门门卡的一个空间 我有种感觉 感觉这一集呢 都是养儿育娃的 这么一个过程 水生火热的家庭生活 站在房子的镇当中 有一块臭这个尿布 我感觉应该是很长一段时间 应该不会有人去洗澡 那么快要补的 我们猪蝉五 竟然睡在地上 有我们安娜来帮他们喂奶 猪蝉六也是 两个婴儿 一大早起来 就先吃点东西 然后之后呢 就随便他们怎么样了 我们这里 为什么会有一堆垃圾呀 这些猫竟然还想在玩垃圾 可能还想在垃圾里面找点吃的 他一直都这个样子 看看 这尿布还是在当中吧 没有人剪 我不让他们剪 他们就是这辈子都不会剪的 太不自觉了 你坐在这儿 等一下 我们的男朋友还在睡吗 我们来帮红堂稍微整一下容 如果长相一成不变的话 也是满无聊的 再加上一些打扮 就要与时俱进 这里又剁出一块脏的尿布 给我剪起来 我们来丢掉 我觉得这个小羊材 还是蛮惬意的 OK 我们的红堂和安娜 农女俩 在玩那个什么 什么果 什么果汁 乒乓球啊什么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的 看他们玩这个游戏 他们之前都是背着我 自己偷偷的去玩 我们红堂看上去 精疲力尽又不堪重负 他哪里有不堪重负啦 这人是谁啊 这名字 什么 Mageberry 傻玩意儿来着 还不管他 我们陪女儿玩 我们安娜倒是感觉到 非常的挑逗 然后装饰良好 然后又因为有了孩子 又特别的开心 然后然后各种的 然后各方面啊 都还挺满意的 哇 我们安娜好厉害的 我觉得这轮玩好之后 我们让我们同堂 去休息一下 哈哈哈哈 哦 竟然哭了 干嘛那么认真啊 只不过就是一个家庭 家庭游戏而已 我们的猪蝉 每次到这个点 看我们家的那个室内 就特别的美 夕阳夕下的感觉 我们让猪蝉到这里来 有个泳吧 他好久没有游泳了 他毕竟是人鱼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不会游泳呢 哎 我是没有注意到 他猪蝉 他是不是人鱼啊 但是小时候 就是有没有人鱼的特征 我忘记了 我们的猪蝉 也在游泳 然后我让他去钓个鱼吧 既然到了海边嘛 就游泳和钓鱼 获得运动技能 就是有一点还蛮傻逼的 就是安娜 我们一家 很多都是人鱼 然后每次回去游泳的时候 梦见人生死都会说 我们获得了游泳技能 澳门本身就是人鱼啊 这个技能就是 自带的 我们冰箱里面 有发臭的食物 好像不管了 我们先烹饪吧 我们来烹饪蛋糕 我们是想给我们的孩子 增一下零 我想选巧克力蛋糕 这一次 我们的猪油量感到非常的顽皮 我们的寄星在想 在想章鱼吗 我不知道这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刚才助产拿到了运动技能量级哦 我们的 OK我们的寄星终于开始清理冰箱里面坏掉的食物 我们桌上还有剩下的食物 如果没有坏的话就先吃掉它吧 然后大家把盘子树一下 我们来做蛋糕啊 整理一切完之后呢 我们来做蛋糕 然后大家分着吃 而我们的助领舞现在睡在床上 小床上非常的香 非常的开心 我们安娜有优等名声 但我们的猪油量在跟安娜开玩笑 我们的猪油量是那种混乱之上 喜欢看到别人震惊和愤怒的那种 喜欢做恶作剧的小孩子 OK我们安娜就不踩我们的猪油量了 然后呢 我们开启我们的摇篮曲 我们再哄猪油量安心的睡觉 而优等名声 安娜对社区而言是代表正能量的闪亮灵 但经过其他模拟声明的时候呢 他们会有好的挥手 度出欢乐的威想 仿佛所有人的心情都因为他的出现而变好了 我们的猪灵六 我们猪灵六在到处乱爬 我们让猪肠来拖一下地 猪灵六去玩那个兔子玩偶 然后呢 我们再来让猪油量来玩一下电脑 或者说是来上个网 我们刚请的保姆应该要过来了吧 就是过来照顾猪灵六的 哇 小时候的我也特别喜欢四字典 看家里就没有一本好书的 这是我们邀请的保姆顾思 她就是经常 我们这玩呢 就是在第一集把手起家的时候 经常去她家 来写作的这么一个家庭 她是怎么办到穿 穿床而过的 天哪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来我们来喂奶 喂食 她脸上这个胎体长大之后 会不会消失啊 这胎体也太爱呀 吃完东西呢 就让她去睡吧 我们照顾完06号之后呢 我们来继续给我们的05号做蛋糕 我们来做白蛋糕吧 刚才我让安娜还是叫季星来做蛋糕 他们就没有听我的话 因为他们正在忙着照顾孩子 我觉得助理我身上脏脏的 我们先去洗个澡 然后再来吃蛋糕吧 我们过生日之前呢 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 漂漂亮亮的 我们正好趁着助男风 来做蛋糕的时候呢 就帮助理我洗个澡 洗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精灵 那么蛋糕做好了 OK我们来让安娜 帮我们的助理屋 插上生日蜡烛 我们的早已马上就要洗好了 为什么旁边还有个脏盘子 不是之前已经全部都 整理完了吗 OK我们助理6 在在熟睡挺好的 我们先把助理屋给搞定 我刚刚发现 助理屋上小号的时候 是站着的 因为我之前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的男模拟小人 小号的时候 是站着的吗 我没有这个印象 那我们都找到综艺 洗好了 我们的助理屋 就要开始 庆祝他的增灵了 和我们的助理屋 与此同时呢 达到了两级的电子游戏机能 来我们来 我们来吹蜡烛 我们的零屋小朋友 好可爱好可爱 生日快乐 零屋有长大力 这应该是独立吧 对独立 独立挺好 我们拿一份蛋糕 给我们的助理屋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分蛋糕 自己再拿一片 然后其他人 叫大家一起来用餐 我们来打扫一下房间吧 这房间脏脏的 都是尿布啊 奶瓶啊 外面在下雨 只有家里面是灯火 通明的感觉 谁在外面 我们的助馋在外面 哇 我觉得这个小姑娘 以后应该会蛮聪明的 蛮厉害的感觉 我们的门卡 竟然睡在浴缸和 和那个 大理石 就是鹅卵石的 间隙当中 这猫咪就是喜欢 就家在什么什么地方 当中就感觉很有安全感的感觉 我们再来打扫一下 我真的是受不了 家里有这么多的垃圾 我就等不了那些 打扫卫生的人过来 再来打扫 我就是一定要现在及时打扫掉 这样子 我们来跟住林武说个话对个话 刚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那我们的住产呢 发现了一个月亮印记 然后呢 被珍藏在了他的随身清单里面 我们的安娜和基辛 我们的一家之长 都已经睡下去了 只有我们的南风 那我们的南风呢 就要照顾好我们的住林武 我们住产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这小姑娘可刻苦了 她还在外面弹钢琴 但是外面还下着雨 让她回来吧 回来呢 看一下我们的门卡 和猫猫玩一下 然后上个厕所洗个澡 我们就去睡觉吧 现在的时间呢 是我们周一的早上五点多 我们的住林武呢 为了也要快点长大嘛 所以他现在呢 就是各方面的技能的一个预值 就一定要增加嘛 首先我觉得 他要跟大人说说话 让他的智力呢 和心智都会开发的比较快一点 哎哟 哎哟 现在才是早上六点多 我们的红堂竟然 竟然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他之前去哪 之前是睡了呢 还是去跟别人去 他现在在吃蛋糕耶 哦等一下 他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不堪重负 然后雨林又特别的干燥 然后又觉得家庭环境 又比较的肮脏 很混乱 好吧 我们的大女儿 我们的大女儿 是我们的长少明珠 那既然他不是很开心 那我们就想让他开心一下 让他去游泳吧 游来游去 然后呢 在这里再说一会儿 我们的猪油亮 再过一个小时 就要去上学了 刚才其实我看到了 我们的猪油亮 完成了他的作业 非常棒 非常棒啊 非常棒 像我小学时候 也是 我一般都在学校里面 就先把作业给完成了 如果说老师 没有那么变态的话 我们的05号 获得了想象力的技能 获得想象力的技能 是因为跟猫王 还是就是和我们的助男风 就一直在聊天 得到的一个结果 我们的镜头 来转向我们的助灵六 我们的助灵六 现在感觉非常的开心 但是他现在还是不能够 就是走路的一个阶段 所以需要大家 多多的来关照他 那我们安娜呢 作为母亲 我觉得 要来抱抱我们的助灵六 我们来查看一下 我们的助灵六 然后喂个奶 然后做一个互动 刚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的寄星 又想着章鱼这件事 我不知道他是想吃章鱼 还是说 他想就是在水里面待一会儿 但是他不是人鱼啊 我们的助有料和助产 都已经去上学了 来我们来喂奶 我们的视线转到我们的红堂 我们的红堂 还是感觉不是很舒服 不堪重负 他是不是好久 没有出来放风了 所以感觉不堪重负 因为我没有给他 就是施加任何的一些家务活 或者是压力 生活上的一些压力 他又不需要工作 我们的寄星 我让他把蛋糕给消灭掉吧 我们的光头保洁员 终于来了 他应该会把这个 放到冰箱里面去吧 哎对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嗯 我们再来让机型烹饪一点东西吧 蛋糕 我不知道就是 应不应该让助云六爷赶快增灵啊 因为我感觉助云六还没有到时间 我们的宝贝助灵我 竟然在 竟然在 就是 那小椅子上 那么可爱的小椅子上睡着了 我们的纠缠感到非常的困 等一下啊 他昨天晚上有没有好好睡啊 我让他先回家吧 我觉得小时候 就是身体健康 休息好 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助云六感觉非常难过 他非常的饿 他刚不是已经喂过奶了吗 那我们再来喂一次吧 现在我们安娜是 他走到哪儿 就把助云六带到哪儿 放我们的助产 回家睡觉了 睡着了 我们在让零六 在零之前呢 我想让安娜去约个会 然后顺便看一下 物色一下 有没有其他约会的对象 我们来 我们来决定 我们下一任的父亲是谁 我们安娜这个晚宴服可嗲了 但是我没有找到 他的下半身应该怎么穿 因为他那个晚宴服 他说是套装 就是你穿了之后 他就没有就是可以选择 下半身的这么个选项 就很奇怪 就好像少穿点是什么 话说我们的夜白春 好像也少穿一点 他下半身应该穿长裤 就比较合适吧 不过没有关系 他虽然是由我们出去的那个人 但是我们可以也在 这个餐厅里面看一下 有什么其他的男性 可以让我们搭讪一下 成为下一任的孩子他爹 其实我们不一定要找到男性 我们可以找女性 如果发现这些男性 好像都长得实在是 太奇心怪状了 我们安娜来到楼上 我们既然来到这个餐厅 我们都坐下来 就点一下餐厅看一下 我们来聊 就是聊会天 我们一上来就开始撩啊 一上来就 就使用他 使用他最有魅力的那一面 我总觉得 我要让我们的NPC 稍微再整容一下吧 那这些实在是长得太丑了 我们来试一下吧 我们先来勾引一下 不对 我们先来吸引一下 这一个NPC 然后呢 如果说真的能够 有些结果的话 我们再来帮他整一下容 我们先坐下来吧 我们先坐下来 和叶拜春聊会儿天 毕竟大家就是 还是朋友嘛 来我们来点餐 Beautiful Restaurant的菜单 哇 这个餐厅的名字 非常的直接啊 它这里的菜品 还是琳琅满目的 据说这个餐厅 你点完单之后 上菜的速度超级慢 所以我现在不是很确定 安娜是不是会在这里吃饭 还是 我们先点单 如果说 他们很长时间都没有上菜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去 旁边的那个酒吧里面坐坐吧 这家餐厅 哇 人好多呀 我已经想走了 怎么办呢 我们看一下那服务员 哦 过来了 过来了 然后我们来点单 围这桌 点餐 我们刚才点了喝了吧 我们再点点吃的 哇 他们家的菜品真的是不错 叫什么 庭园蜜 是蔬菜吗 哇 已经有两位客人气呼呼地走了 应该是 等的时间太长了 OK 我们现在呢 就来到旁边的那个酒吧 我们去看一下 诶 这个机器人被雨淋的 都已经坏掉了 我们来帮这个机器人修一下吧 难道我建不平 拔到相处 我们安娜还是很好心的 我觉得 我觉得是个人嘛 看到这么可怜 那个机器人 因为被雨淋湿了 然后就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觉得是个人 多快来帮忙一下 看我们来到了 酒吧里面 原来这个机器人是酒宝啊 哎呀 我们看到了 这男的叫什么名 什么名字叫 Jack吗 对 对 拍照是增长友谊 最直接的这么一个方法 我们看一下还有谁 好像大家长得都不能够入我们安娜的法眼 除了这个机器人 还是蛮有心意的 就能不能跟机器人配修啊 然后生出来的孩子会是怎么样的 对哦 我们安娜想试一下 我们安娜还是回家吧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 她中意的人 除了那个机器人 OK我们回家了 毕竟我们安娜还是一星期 那两个小宝宝的 然后她感觉非常的flirty 非常调逗 哦原来 我在想安娜为什么不直接回家 原来她的宝宝在外面 直接带路室内吧 一不留神 那我们的 就只会爬的小宝宝 就会爬到门外去 终于到家啦 哎呦这是我们猪红糖做的蛋糕嘛 我们拿一片吧 然后我们叫大家一起来用餐 竟然做了就吃掉它 安娜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因为尿布非常的丑 然后我们的助灵骨 感觉到非常的生气 可能就是在家里面 没有人跟她玩吧 她现在就瞪着我们的安娜 感到非常的愤怒 我们来寄心 我们来让寄心来 关照一下助灵骨 增加亲属的一个照护 觉得这样的会比较好 就怕一个小孩子 就是留在那里 没有人看过 这种情况不太好 OK我们助灵骨终于开心了 来我们红糖来打扫一下 然后呢顺便我们 让安娜把助灵骨清洗干净 来帮我们的宝宝洗个脏 哇这个sponge 是霉红色的 那种深霉红色 之前我就没有注意到 之前是不是用的都是黄色的 这次是买个红色的 我觉得挺好玩的 祝有料和祝产 加爱聊天 我觉得他们两个一块 应该会成为 很好很好的朋友 大家从小在一起长大 成为终身的挚友 我们来讨论一下 在学校里面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讲 关于学校里面的一些笑话 虽然现在是周二的晚上 凌晨两点 但是我们的宝宝 感觉到深受启发 毫无睡意 我们把音乐给关了 让他来读点书了 然后读着读着 可能就是想去睡了 我们再来购买一点书 我们家里书太少了 我们来读书 现在呢是周二晚上 两点四十一分 我们家里还是灯火通明 好像没有一个人睡 除了祝南风 睡着了之外 其他人 都经历都非常的好 祝06和05正在聊天 他们聊的还挺起劲的 哎呦我们的祝05 想去玩我们的熊猫玩偶 安娜好像不喜欢吃这个蛋糕 可能就是这个蛋糕 然后就治疗做的不咋地 嗯 要不要直接都扔掉算了 那我们还是吃我们 我们随身清单里面的食物吧 我们的助餐在洗澡 然后洗完澡呢 他想听一会儿音乐 然后呢我让他再来观看一下 Sims的一些趣味视频 奥马安娜呢现在不是很舒服 因为他吃了之前蛋糕 是觉得是浪费热量 就这些都是空热量 他只会 嗯 给你有种饱腹感 其实并没有营养的 所以他现在就在吃 他最深清单里面的一些营养餐 他等会儿要去照顾一下 06号吃完饭之后啊 最近天气真的很好 一直在下雨 现在是凌晨 不对 是周二早上4点50分 现在灯全部都按下来了 诶 祝红堂真的是我们安娜的贴身小棉袄耶 然后他把他妈妈就是随手放的空盒子 吃饭的吃完吃剩下的空盒子 就直接洗掉了 那我们这家人应该是没有一个 是做戏时间是正常的吧 现在是没有一个人在睡觉的 我们的寄星啊 现在嫌弃这个环境 令人不悦的环境 还有尿布 我们先把那个音乐给关了 我们的06号不喜欢 因为我们的06号马上就要增里了 为什么桌上还有蛋糕啊 扔掉他吧 都已经发臭了 纠缠和安娜在看电视 但是我觉得安娜呢 今天呢会准备蛋糕 给我们的助理6过生日 我们来做把蛋糕吧 还有打到了三级的一个沟通技能 我们的助理5 渴望健康的替代饮食 那他们可以不用就去吃蛋糕 就是蛋糕过生日过晚 想吃的人就去吃 不想吃的话呢 蛋糕就扔掉得了 然后他们来做自己比较 觉得健康的食物 我们给我们的白蛋糕插上了蜡烛 我们的助理5和助产都已经去上学了 我们点燃了蜡烛 我们的助理5 我们助理6呢 在睡觉 在哪睡呢 我们的助理5竟然在衣柜里面玩耍 哇 他跟这只猫猫睡的咨询 校长参观课 就是校长来参观班级 来看一下孩子跟老师上课的一些情况 有个孩子呢 想要调皮 那我们就不管他呗 那个孩子发射只求力道 让他直接捆到老师的脚鞭 哎呀 没关系 显得无辜也挺好的 我们的机器也来找助理6了 因为今天是助理6的生日嘛 那我们的两位妈妈就一定要到场 我们的光头保健员又来了 我们安娜就刚才就要不忍心 来叫助理6起床 那现在助理6她自己起床了嘛 睡醒了 那我们就抱着她去吹蜡烛 我们安娜深情地看了一下 我们的助理6 然后让她吹蜡烛 哦 我们又长了一岁 恭喜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助理6会长成什么样子 我们来随便 做一个年人精 哦天哪好可爱哦 是一位女孩子 我还以为06号是男孩子呢 嗯太好了 脸上的胎记也消失了 我有种感觉 就是我们的助理6会成为我们家 全家最疼爱的 那么一个小家伙 造路的样子真的好可爱 我以为是助理5是女生的 原来是06女生 来我们来关照一下我们家的门卡 这是她自己的一番天地 我们来帮她清理一下猫上 我们每周 不对 其实应该是每过一两天 我们都会到门卡的地段来 来帮她清理一下 然后换一下水啊 换一下吃的 然后陪她玩一会儿 那我们的红糖是第一次来照顾门卡吧 然后我们的红糖和门卡成为了好朋友 我们的家里养殖动物 就是增添一下家里面的灵性 重男风在听音乐啊 她还是蛮feeling himself的 我们的周安娜 又吃蛋糕 她自己去吃的 不是我让她去吃的 等一下刚才上楼的那个是谁 我们都不认识 我们的助理6现在就是到处走啊 现在会走路了之后 就到处在我们这个地段下过 那我现在呢 让助男风来教导我们助理6说话 然后呢 陪她一起读书 然后呢 陪她一起 就是教她 教她做人 不对 做 做婴儿 哦好可爱哦 女孩子本来就会早熟的嘛 就多教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最小的孩子都已经会走路了嘛 我安娜就稍微放松了一下 然后跟着我们的电视节目 来锻炼一下 来秀一下她的舞技 还跳得还不错 那我们的人鱼跳舞 会不会觉得脚很痛呢 我觉得我们安娜是 是这个岛屿上 最性感的 最性感 最伟大的一位人鱼 因为她有生一百个孩子 她丰富了这个世界地图的人口之后 同时呢 也是白手启家的这么一位女性 她应该上什么周刊日报什么的 来报道一下她的 哇 这个这个舞步 我们助理5看的 有惊有味 我们助理6还在跟男风说话 我觉得助男风 还是蛮会教导孩子的 就之前助理5被她教导的 还挺好的嘛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沟通器呢 一下子蹭蹭蹭的就上到了三级 现在是三级还四级 我们的助安娜这个厉害 这个胸和屁股 还能够跳成这样 很佩服 和我们的红糖 和我们的带女儿 永远都是关系最好的 我记得 我记得那个 在第一集的时候 他们两个有 有点 那个那个 你看他们的粉条 他们的粉条已经将近一半了 其实我都没有 怎么太努力的让他们产生粉条 他们就会自动产生粉条 就抱一下 粉条就出来了 抱两下 然后粉条就过半了 就觉得 我觉得 他们既然想这样的 就这样吧 但是我们接下去呢 其实我不想让 安娜跟红桃 这么快的发展成一段恋情的关系 我想让安娜去 去贝尔家姐妹去看一下 我觉得贝尔姐妹其中一个 还是蛮有可能 跟我们的安娜 就是产生点情愫 然后发生点关系 然后生下孩子 这是我的感觉 我们去看一下吧 那这是我们温登堡的地图 我们左边的那一栋大房子 就是有绿色的 母女人身的那个箭头的 那栋大房子 是我们下架级 安娜一家要搬去住的地方 我们找到我们的贝尔姐妹 右边的那一块 住的住宅 我们就去看一下 看一下贝尔姐妹在不在家 我们的贝尔坎蒂斯在游泳 那我们的安娜也先下水 游一会儿 我们来掏一个近乎 我们的红桃也下水 毕竟是人鱼嘛 下水也肯定不吃亏 省得他们鳞片会觉得很干 干脆先下水 我们尝试一下 和我们的贝尔凯蒂斯说点话 然后再敲一下门 我们的贝尔雪 在吃东西 我们来打个招呼 我们先来甜言蜜语一下 然后再送上玫瑰 看一下我们贝尔雪的反应 我觉得两姐妹 我都要稍微勾搭一下 看一下哪个比较方便 我感觉可能贝尔坎蒂斯 会比较的通情达利一点吧 就比较的具有感情一点 因为贝尔雪的一个人设 就是什么极客啊 什么就是 就特别喜欢待在电脑前面的那种类型的女生 我们的贝尔雪下来了 我们贝尔凯蒂斯下来了 好吧我们安娜也跟着下去 她们两姐妹在家里穿的 也是蛮舒适的 蛮休闲的 跟我们安娜还蛮像的 我们贝尔坎蒂斯 还真的是比她妹妹要 要方便很多呀 我觉得还是贝尔坎蒂斯 也长得好看一点吧 也比较更有母性一点 我们来尝试诱惑吧 然后呢我们再来坦承受到吸引 尝试诱惑 然后我们在帐篷内黑秀一下 看一下行不行 他们之间的Dynamic真的是不错 他们之间的磁场应该是 应该是蛮配的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来加温 我们来要求成为恋人 或者是除蚊 哦好浪漫哦 好甜 我们再来拥抱一下 我想让他们的分条达到最顶 就是最顶级的全满 我们安娜去游泳了 那我们的凯蒂斯也跟着一起去游泳 我觉得游完泳之后呢 我们可以就是去帐篷里面黑秀一下 我们这次安娜出来是跟红堂一起出来的 红堂就是出来 完全就是电灯泡的这么个角色 然后看一下情况 是不是正常 那看到情况还蛮好的 所以他就自顾自的去休息睡觉了 然后我们终于可以去帐篷里面黑秀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就是在帐篷里面黑秀 我希望看到有那种庆祝节日的花火 在最后一刻迸发出来 这样子就说明 我们的安娜可能就是怀孕成功了 不管怎么样啊 我们这事做完之后 我们还要去验下孕 好像没有什么动静的感觉 来我们去厕所验下孕 我们的粉条已经快到满质了 我们安娜看上去非常的疲惫哦 在想要不要就在这里睡了 还说还是回去睡 我希望能够怀上孕 哦吃两人饭太棒了 太棒了 安娜此时此刻的心情应该是卢氏重负 跟我们的坎蒂斯抱贝的说 我已经怀孕了之后呢 就在坎蒂斯的房间里面睡下了 我真的好喜欢坎蒂斯这个房间 有一股神秘的感觉 然后又特别的优雅 然后颜色也是 看起来非常舒适的那一种 然后贝尔姐妹的整栋楼的 这么一个室内设计 我都是非常爱的 我们来买点鱼吧 然后呢 我觉得我们人鱼 可以跟鱼缸里面的鱼交流的 我们来试一下 与鱼交流 哦对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们之前设定的是 双方都可以怀孕 我不知道贝尔坎蒂斯有没有怀孕 我们安娜现在感觉有孕吐 那我们怀孕之后 就只能吃健康饮 就是健康食品了吧 就只能从随身清单里面 就只能吃随身清单里面的东西 我们安娜感到深受启发 哎甩呀 这个机器人打电话过来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 哎呦 有些人热爱艺术 哦 那这通短信就是想让我们安娜 就是去接受画画的这么一个 那个工作 嗯 其实我们也是想画画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任务呢 还是百孩挑战 现在孩子越来越多 我们就 怎么说呢 就是看情况吧 啊 我们有空就画画 跟我们贝尔姐妹道别之后呢 安娜要回家了 说实话 温敦堡这个区域 还蛮像欧洲的一些 就是小镇小城市之类的 大家看得到安娜吗 对就在这里 大家看到没有 她走路走得非常的怡然自得 非常的休闲 啊我们终于到家了 我可喜欢她的这把小伞啊 小黄鸭小伞 我们现在安娜家庭里面的每一位成员 状态都非常的良好 尤其是我们的安娜非常的开心 因为她又怀孕了 那我们的祝宫团是去想健身吗 我们一回来还是要打扫一下我们的厨房 因为我们厨房地方还是比较小的 如果这块地方不打扫的话就没有地方做饭了 05 06号 哎呀 06号很难过 她可能好久没有看到妈妈或者是缺少娱乐吧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我们就在门口搭建一个可以娱乐的场所吧 就是给小孩可以娱乐的场所 因为小孩子好像 就是这个年龄段小孩子不能去一楼或者二楼 所以说空间就被限制了 她就开垃圾桶 我们安娜在想你有什么在看垃圾桶呢 我们06号获得了思考的技能 她看着垃圾桶就获得了思考的技能 那她在想什么 你知道我很想想的时候 我小学的时候 你知道我在想 想一个非常ridiculous的事情 就是我在想我长大之后会不会变成男生 还有我一个朋友就一直在想 晚上不是回家的时候吗 她一直在想 她告诉我说 她一直在想 为什么晚上月亮会一直跟着她 那我们在门口呢 就放两个包包玩具 然后一个玩具箱 这是一个在外面画画的地方 另外在家里放这个 首先第一个没有地方 第二个太massy了 太乱了 要清理就很麻烦 然后我们在外面再放一个小小的厕所 因为毕竟旁边也是有就是 护栏嘛 所以我们也挺放心的 然后再放两个小小的酒廊 就是小孩子玩水的地方 我们可可爱爱的06号感到非常的悲伤啊 那我们就去找机星 因为毕竟是我们06号的 第一看护人 知悉亲属看护人 我在想我让季星呢 带我们的06号去酒廊里面玩耍 我们还不知道 我们的宝贝是不是 人鱼啊 就算不是人鱼 储蓄水性还是很好的 也是可以互生嘛 因为家里就是住在海岛边 你是不是总要去游泳嘛 游泳是必备的一个技能 而且在酒廊里面玩耍 跟季星有那种互动的话 就是可以增加亲子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安娜感觉非常的挑逗啊 她开心坏了 她又生了孩子 我们来让安娜把05号放到旁边的那一个小酒廊里面去 那既然现在就是休息时间嘛 大家就是其乐融融的在一起玩一会儿 我才发现05号这衣服 这也太丑了吧 这其实不是丑的 就主要是和她这个人不是很大 因为她是加菲猫色的发色 达到游泳技能两级 我们的猪男风 猪男风也是人鱼啊 她的游泳技能应该是 一伸出来就是满级的吧 我们感到非常的疲惫 我们的06号感到非常的疲惫 我们的猪男风已经睡了吗 这个灯光打的就是很像我家里面的这种灯光 我们的红糖在核珠05 在玩卡片玩卡片十字 她作为大姐还真的是蛮尽心尽责的 我们的06号 啊对06号 她应该就是直接在灯上面睡着了 06号是想上床睡觉了 她现在又饿又疲惫 非常的悲伤 我们家的门卡 每次都要去垃圾堆里面 找吃的还是在玩呢 哎呀我们的猪男达到了四级的一个创意技能 因为她一直在弹钢琴嘛 风雨无阻 就算外面下雨 她也一直在 哎为什么这个垃圾桶倒下了 好我们的寄星在欣赏我们猪男 弹钢琴 我们的安道尔还是感觉 啊获得园艺技能的 我们的寄星获得了园艺技能 因为她刚刚呢 去我们的房子的周围 地段周围 去采摘了一些果实 那大家都睡了之后呢 我想在这里再多放 几个照明的路灯呢 因为大家晚上可能也会出来 走走啊看看啊什么的 尤其是有孩子嘛 大家会出来玩呢 那所以说照明是必不可少的 这幅画怎么还在这里呀 是谁画的 南方的把它给我画完 要不然我就那是扔掉了 我画一半我就真讨厌 OK我们的珠茶 不是很舒服 她给她自己就是布置了作业 要去仰望星空 去观察星星 她真的是非常用功的一个小姑娘 那我们来邀请伯爵 她自己一溜烟的就走了 我们也就不管了 就伯爵每次都是大晚上 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是来拜访我们家 等一下安娜现在感到开始抽搐 要赶快去医院 她不是在睡觉吗 她抽搐什么呀 我们的机器感觉非常的慌张 panic attack 怎么回事呀 怎么回事 不是安娜睡得好好的吗 她也没有抽搐啊 怎么了 我觉得我应该让安娜 醒来再说吧 不好抽搐 应该赶快去医院 要不要打扰她睡觉啊 还是直接糟糕的失误 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既然说要去医院就去医院 好吗 那就别睡了 直接去吧 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抽搐 然后熨吐 然后这里是糟糕的失误 我们的就产 达到五级的一个床移基呢 大晚上的家里有没有车 还下雨怎么去啊 说到这个我应该去下载一点 关于车的mod和cc的吧 我们的猪有量 想去酒楼里面玩耍 然后呢 她还要再去玩一会玩具 然后再拉一会小提琴 安娜马上就要出来了 天哪 她感觉非常的悲伤 安娜不幸的失去了她的宝宝 原来是流产了 我还 我根本不知道 我女人生里面还有流产啊 太惨了 我们去奖励商店买一点让她开心的药水吧 好吧 多买一点药水 首先买个大袋药水 她一个人去医院还挺厉害的 快乐药水 因为她现在非常悲伤嘛 然后呢 恐惧驱散药水 正面心情指数药水 夜猫子 勤俭持家还是要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百个孩子的一家之长 我们防冰冻是要的 孕妇就是不能够太冷怕冷 人脉广阔也是要的 我们安娜毕竟也是名人嘛 然后接吻高手要不要算了 因为我们已经很有魅力了 勇敢也是要的 我觉得流产之后 作为女人一定要勇敢 在杯上也没有用啊 我们喝了一碗 开心药水 我们再去贝尔姐妹家 再去受孕一次嘛 这是我们的 OK 它下来了 我们的粉条真的是蛮值耶 我们再来 重温一下我们的旧情 那这一次我在想 我们还是在 帐篷里面黑羞吧 来我们来素战素觉 我们现在是分收节 我们现在管不了那么多 就除了我知道地精会很多 在分收节的期间之内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地精吧 我觉得 我们来获取一点灵感啊 或者说怎么样的 我们再来验一下韵 我相信这一次应该也是 让我们的旧游战感觉非常的害怕 可能是经常在晚上出门的 出门 哦 我吃两人份 太棒了 我们流了 又怀 怀了又流 我们又不气馁 来一看这些地精 我们来收集一点灵感吧 我们来贿赂一下 不对 我们来讨好一下 不对 我们来共奋一下我们的地精 提供馅饼 这里面也有个小地精 我们来一起唱歌 我有一只小猫 我有一只小猫 只有两个地精吗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很多的 还是说它会 它会就是接二连三的出现啊 它头上有个天使 那个光环呢 那里面这个绿色的地精呢 我们就共奋水果蛋糕 这个地精长得丑丑的 还是外面的可爱 我们把它放进了 我们的随身清单里面 我们非常的贪婪啊 哦 这里有个 这里有个地精 这好像不是小猫驴的歌曲 哎 又有三个地精 我们要不要 就是在一起 收集灵感 我现在把视频的速度转快一点 然后毕竟是地精时间 不是那么的重要 那我想把这些地精呢 都收集起来 放到自己的一个 随身清单里面 OK 我们安娜现在饿了 那我就让她去吃一点东西 就直接 嘴 就坐在这里 她怀孕的时候呢 我就只能给她吃这些 健康的饮食食品 那否则呢 安娜会不开心 而且我会硬塞给她吃 因为毕竟是两人份嘛 那有些时候 我会让她再多吃 就是两到三份的食物 这样子 那我们随身清单里面 有好多坏掉的 就是过期的食物 先把它给扔了吧 然后再开新的 新的盒子 这样子 就比较的新鲜 我觉得我还想 再让朱安娜 再吃一点东西 我们坐在沙发上吃吧 因为旁边是火炉嘛 这样子比较暖和 就每次安娜怀孕的时候 这个胸就会变得超大 还有烧钱的这么一个选项吗 为什么要烧钱 我觉得钱再多 都不想烧 那除非是怎么说 就是你做了件什么不好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做出这种 不能够让别人理解的事情 像烧钱之类的 我们来就是 来舒缓一下心情 哎呦又有个地精 我们不管了 不管了太烦了 这里其实有两个地精 我们去游泳吧 我们虽然说怀孕了 也应该做一下适当的运动 尤其是人鱼啊 人鱼的鱼片就会变得很干 所以说我们定期 就要在游泳池里面 在海里躺一会儿 哇我们安娜真的好 好开心啊 来看一下 哇哦 情绪正宴 伟大的曲子 嗯 吃好喝好 休息好 睡好 心情又好 获得游泳机呢 安娜现在还不太想回家 一回家就能看到 好多的孩子在那里 在那里就是要她操心 所以她现在呢 还想跟地精们 在一起待一会儿 然后去帐篷里面休息一下 和我们的贝尔姐妹 做一些 做一些互动 我们什么时候去 享受一下这个温泉 其实说实话 到现在目前为止 和我们安娜 生过孩子的人 都完全不知道 我们安娜是任意 我们安娜 已经藏得特别好 现在我们安娜的任务呢 就是不停地 吃好喝好睡好 菜喷 我们的安娜终于想回家了 因为现在如果再不走的话 天色就会变得很晚了 哎呦 Riko邀请安娜去舞厅 算了吧 我们安娜都怀孕了 我们就不去舞厅了 外面还在下雨 哎呦我们的戴赫轩在外面 在外面干嘛 你要么进去你要么就 对啊 进去坐坐竟然来了嘛 就不要害羞 大家都是生过孩子的人 我们来放松一下 那我们的猪男风真的是一位好个个 他现在在教我们最小的猪女六 在识字 在就是在说话 再练习一种沟通的技巧 我们来让寄星在奖励商店也买一点那个药水吧 快乐药水是肯定要的 灵感药水 恐惧退散药水 正面心情指数药水 神圣蜡烛药水 叶猫子药水 OK 灵感奔发的药水 勤俭持家的药水 还有什么 让我看一下 那就先这样吧 我们以后再说 我们以后再买更多的 那目前为止呢 我们家里面人都非常悲伤 都还沉浸在 上一胎的流产当中 但是我们安娜已经 又还了新的宝宝了呀 能不能往好的地方看呢 就弄的我就是一定要 让他们喝一点 就是牡蛎药水 那我干脆也让 祝南风也来在奖励商店 弄一点药水吧 无忧无虑药水 正面心情指数药水 快速清洁药水 早起的市民有成师 快速阅读达人 灵感奔发的探索者药水 不是药水 就是一些 一些 那看宝宝吃清洁 一点都不饿 哇 这成就 事实上有最有趣的模拟市民 是我们的祝南风吗 我们的红糖也来看一下哦 就差不多的这些药水和点数了 就是有助于管理孩子 打理家务和管理家庭的一些 一些药水 万人迷 我觉得红糖有些时候 可能就是需要这一些万人迷的特征吧 哦 我们的寄星 在给我们的助林武讲故事 我觉得挺好 大家对孩子都挺上心的 现在是晚上11点左右 来我们来 我们来就是在水里面玩一会儿 玩累了之后呢 这样更好去睡觉嘛 那现在我们全家都没有睡啊 除了祝有量睡了之外 全火腿大餐 我们祝南风 他这么晚就特别饿 现在呢 哎呀 我们的红糖 在玩电呢 住05了 在洗澡 我们的助06身上也是脏脏的 然后陪他说一会儿话之后呢 就要 就要 就为他去洗一个澡吧 哎呀 我们戴和轩还没有走啊 哎呀没有关系 大家是一家人嘛 他想在这里睡也可以 他主要就是就怕没有地方给他睡 那除非让他睡楼上去 在想他想不想跟猪安娜一起睡 哎呀我们住有量已经 已经在楼上睡得好好的了 我们住餐 在吃东西 我们住宏堂今天是不想跟大家在一起的感觉 想一个人静一静啊 像一个人就是 嗯 度过自己一个人的 最安静又宁静的时光 看一下我们住场的这么一个技能的 一个level 就是等我们这个小孩子 还有四级的一个社交技能 我是想让就是我们小孩子的一些技能呢 只要三个技能到三个以上的技能 满三级以上到四级到五级 还有一个技能呢 最好是满六级以上 那我们就可以呢 给这个孩子增灵 达到三级的一个沟通技能 我们的住灵六啊 已经达到了三级的一个沟通技能 这应该是多亏了我们的南风和安娜 还有记星 他们三个人是最主要来照顾我们灵六的 一个任务 分收节真是糟糕 我们并没有把终点放在分收节那里 所以 哎呀我们的住灵五倒是分收节成功了 其他都没有 嗯 哎呦 达到五级的一个星之技能 我们的住场 我们住场是 呃 发发展 就是头脑发发达的 还是很早的 那我觉得呢 住场和住有量 应该是差不多时间啊 会来增灵的 那我们住场呢 就是主攻弹钢琴 和乐之宁士 啊他特别喜欢 天文学这一块 还有音乐 那我们的住有量呢 就是特别 啊 喜欢玩电脑 然后特别喜欢去运动 这样子 有些时候我们家的大人 会比较的忙嘛 所以我就让孩子来抱一下一些 一些玩偶 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安全感 玩玩具其实也可以增加想象力 就是想象这个玩具 比如说有 有一个家庭啊 和其他的玩具的关系啊 我们可以展开 嗯 好多不一样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就是 玩那些 具有人型 或者动物型的一些玩偶的 这么一个 一个 好处跟特点吧 我们住人六 现在玩得特别的开心啊 在水里面 我们住完呢 也是感觉非常的顽皮 非常的顽皮 我们达到五级 这个新制技能 助产 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 我们的助零五 助零六 现在都在玩 那个老虎 这是猫吗 这是两只猫的玩偶 在外面 我们助安娜呢 在吃饭 我们助产 就走过来 跟我们安娜一起吃饭 哎 助产 我们助产 真的长得好像他的爸爸 一看就长得 他爸爸是戴和轩 你看这个 那个头头发 的发质和发色 然后那个脸型 和那个骨架 和那个骨骼 我们达到三级的一个 想象力技能 助零五 因为是这些玩玩具 玩玩具 达到的 我觉得到最后 我们一家人 都会很胖的 因为我们这一家人 都好喜欢吃哦 今天天气 还是蛮好的 哎呦 哎呦 我们的助零六 天呐 谁出了吃奶的力气 把玩具放到了 玩具 箱里面去 哎 我觉得他真的是 蛮乖巧的 这么一个小姑娘 说明这个小姑娘 脑子发育的 还是挺重 我能够这么说吗 我觉得 像很多大人 就是你拿 你 就是拿出来的东西 都不知道 要放回去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的 祝安娜 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我们的有料和馋 都已经去上学了 我们的零六号 不是很开心呢 是不是因为 在家里又找不到人了 就是 家里面没有人看护他 所以他就会不开心 我们的季星和祝南风 在打乒乓 哎呦 他们打完了 赢家是季星 三比二 祝安娜在睡觉 他应该是好好休息的 哎呦 终于 我看到祝南风 他去看画 结果 他还是没有继续画下去 我决定了 我觉得我要把这幅画给扔了 然后重新再开始 画另外一幅新的 哎呦 我们的有料说 他在学校里面表现不错 应该在周末加把镜 然后我们的 祝禅竟然是C 我觉得祝禅应该 比有料要好很多吧 没想到 小姑娘其实不是那么喜欢读书 哪里没有关系 我们再好好的加把镜 我们长大了之后 也说不准 他就是一个特别有出息的小孩子 我们从学生清单给食物 给我们的 祝离六 那我们安娜现在真的不想 在就是拍这张做饭了 太麻烦了 祝离六感觉到非常的累呀 哦 他竟然昏倒了 哎不对呀 我们床不就在底楼吗 他自己不能够去睡觉嘛 所以说一定要是大人带他去睡觉的嘛 他非常的悲伤又饿又累哦 我们刚才其实已经给我们的零六吃过东西了 我们就馋 在洗澡 洗完澡 那我们现在的零五零六号全部都睡了 门卡也睡了 鸡精也睡了 然后呢 我们的红糖也睡了 那我们的安娜正在玩电脑 我们的有料呢 就是来看一下安娜 然后聊一下天 那我们安娜也睡了 然后安娜也睡了 我们的珠蝉也睡了 我们的珠蝉也睡了 我们想一下创造力吧 现在几点呢 晚上晚上八点多 怎么又开始有派对有额外的食物 他们也不直接跟我们说一声 就说我们今天有个派对 所以当天都不说 也没有前几天说 那就一下子来 那我们现在一家之掌全部都睡了 还好我们家里人比较多 风糖和南风都醒着 因为我们的零五号 我们的零五号竟然睡醒了 他要干嘛 嗯 他要 那我让他跟我们的熊熊抱一下 我们现在 有量竟然还有作业没有完成 我们社交4 live satisfaction也是4 恶作剧 电子游戏才2啊 我们提早结束吧 这个派对我们也没有这么的expect 有没有期待 不过他们还是每次都 带过来一点失误啊 我们还是要感谢的 我们继续感到非常的不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梦卡 把沙发 嗯 就是抓了一个稀巴烂 我们应该跟这只猫好好谈一下 我们先给一点点心 我知道这样子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 只能就是在下次的时候 然后当这只猫在抓沙发的时候 当场呢 制止他 这只猫才会明白说 啊 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我们的红糖呢 正在照顾竹林武啊 啊 我们的安娜现在的一个任务呢 就是吃好喝好睡好休息好 获得小提琴啊 获得创意技能 我们的呃 祝母有量和助产呢 就在疯狂的增长 技能的这么个过程当中 让人不适的餐点 他刚又吃了什么让人不适 啊 可能是烤玉米吧 就是烧烤 看来他连烧烤都是不能吃 好 现在我们的猪灵物感觉非常的饿 现在我们的猪灵六正在 拉小提琴 嗯 刚刚的心就是拿过来的食物 啊 甜的 这只猫 我们应该不能吃了吧 嗯 他饿了 哎呦我们红糖都要睡着了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一次呢 我们就是每个星期呢 就要去海边睡两到三次吧 达到四级的创意技能吧 我们的猪有量达到四级的创意技能 我们的钢琴是 两级 游泳 游泳才一级吗 不行 我们家里的人游泳都应该是比较的 嗯 就就比较好的呀 哎 我们的猪蝉他自己的 就他自己想去游泳了 我觉得游泳之前应该要吃一点东西吧 会比较好 那我们的猪蝉舞 他自己 然后爬到了 坐到 那有烤玉米的旁边 他可能想要去吃烤玉米 还是说他在干嘛 OK 我们的安娜来跟祝林我说说话吧 我发现我们家人有一个缺点 就特别喜欢把那个iPad和iPad Pro放地上 啊为什么 就我每次 每次都是放在就是桌上啊 或者说是书桌上 或者架子上 就每过几天 我都会在地上发现iPad Pro 而且还是会被他们踩来踩去 哦 达到三级的一个小提琴的技能 我们的猪有量啊 挺好的 我觉得男生还蛮 嗯 就是还蛮上进的 达到五级的创意技能 哎呦我们的猪有量 我们应该奖励猪有量一点东西吧 我看他表现得那么好 啊我们的猪蝉也是 现在是深受启发 现在在听音乐 我们让他 嗯 先让他听音乐吧 哎呦 我们都这么又又 又很难过 啊 越小的小朋友就是 会要操心 但他现在是躺床上啊 嗯 他现在活力十足 他现在要去找寄星丸 嗯 他现在全人都是脏脏的 要让别人帮他洗澡 等级提升了 就是他运动的等级提升了 那我是准备呢 等安娜的这一胎 啊生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为我们的 呃 0506来增0啊 OK 我们的机星现在正在 为助06洗澡 那我觉得就是 这一这一集的百孩挑战呢 我至少 至少要玩到 我们的安娜啊 啊就是吧 新的孩子 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 全部都生下来 然后呢 再为我们的 0506增个0 我们的住禅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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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门口好像 不是很舒服吗 安娜现在可以在家休养 我们安娜正在参加百孩挑战 所以她 所以她 她现在的钱呢 都不是 就是最近赚的 都是她之前的 赚的钱 那等参加百孩挑战之后呢 我们再来赚钱 好吧 我们来让助禅练习演讲 然后为自己打气 然后再练习辩论 我这些小姑娘口才 然后 嗯 就是一容一表 还是蛮重要的 对吧 我不要求她长得多么的美丽 我觉得我们家的小姑娘 都会长得很漂亮 因为长得 就是像她的妈妈 或者是爸爸 嗯 因为 毕竟 哎呦 有量的等级 就是达到了四级的小提琴水准 因为一般性 就是我让安娜 和那个男都生的孩子 那那个男都 其实 也是我已经整容后的NPC 所以不会朝到哪里去的 我们现在寄星呢 要带着我们的萌卡 去收医店 那我们前几次呢 去收医店呢 嗯 就是 看一下萌卡是什么样的毛病 那接下来几次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为萌卡 嗯 健康点心 应该就可以了 我在那个最最最第一季的 嗯 那个模拟小人的家庭里面 我们是开了一家 瘦医店的 但是后来呢 我就没有再玩那个家庭了 但是我觉得 之后的日子里面呢 我们那个第一个家庭就会客串吧 我们买了很多像健康点心啊 赠零点心 或者减零点心 然后还有一些 各种口味的一些点心 那以后呢 门卡就可以 直接在家里吃 就不用来到寿医院 这样子受罪了 那每次宠物去寿医 那里 就压力就倍增 你知道吗 什么叫做白打挂高血压 本来就血压不是很高 然后本来就不是很稳定 然后移到医院 啪的一下 往上伸 然后后面的这狗狗 好可爱哦 看我们的门卡 健康了 我们基金就即刻了 带我们的门卡回家 来我们来回家 诶 这个机器人是我们安娜 在酒吧里面遇到的那个机器人吗 而我们祝产 应该是刚刚游泳回来 她现在呢 和大家打完招呼之后呢 就坐在地上来复习 来写她的作业 我们安娜呢 还是照样的休息 是好睡好 今天天气真不错诶 我们的祝06和祝有亮 我们在聊天 我们祝05在旁边观看 我们祝06又想去看我们家的熊熊 诶 她好像 好吧 所以她去 邻里斗殴 天哪 原来我们的 贝尔坎迪斯 她其实也怀孕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不算吧 就是坎迪斯生出来的孩子 其实不算我们安娜的孩子 因为她生出来的孩子 我们安娜是不负责在家里面养大的 那么就是说 对 就不算了 就是从我们安娜肚子里出来的孩子 才算 好吧 那否则的话 那么还挑战也太容易了 好 哦 我们的祝产跟她的妈妈安娜 关系真的还是不错的 这什么话都跟家长说的话 就是小时候这样子就比较清静吧 等级提升社交达到五级 我们变成了交际 所以我们完成了交际化的一项任务 我们现在助产呢 跟安娜聊完天之后 她就去进行 网络上的一些 一些游览和游戏 我们戴和轩来 算了 我们就不踩戴和轩了吧 我们对戴和轩还是蛮抱歉的啊 就是每一次都她打过来电话 我们都不接 因为实在是 我们正在百海挑战当中啊 那我们非常 就是希望戴和轩到我们家来经常坐坐 我们的故事啊 过来聚一下 可以啊 因为我们故事是我们的临时保姆嘛 我们有量感觉到非常顽皮 她现在还在床上呢 等会儿呢她想去游泳 她的创意是六级耶 社交是五级 生活满意度是四级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等安娜 把新生儿产下之后呢 她就可以直接来 赠零了啊 助产在写作业 然后呢写完作业她想看电视 助零五在睡觉 助零六 在和我们的坎蒂斯聊天 来增加她的一个社交技能 我们坎蒂斯现在正在给她读书 哎你们为什么不走到 哦达到七级的这么一个 创意技能呢 我们的助游量还蛮厉害的嘛 我觉得我们以后啊 助零六的一个 一个口才和社交技能 沟通技巧也是蛮 也是蛮灵光的 因为我们家的大人 对她的一个 就是倾助力 尤其是在交流聊天方面 给予的关照方面 还是蛮多的吧 诶 她特别喜欢这个小位置 我们的助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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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正在呢 嗯 好吧 我觉得她应该要去洗澡了吧 是助零六臭了还是 还是说那个地方比较 比较脏啊 我们的助蝉去弹钢琴了 她现在想上厕所 然后又特别的疲惫 嗯 那我就先让她去上个厕所 我们来把钢琴啊 弹一个小时之后呢 把我们的助蝉 升进了她的一个钢琴技能 我们安娜感到不舒服 我感觉她是不是马上就要升了 她应该是已经到达 第三期的这么一个运程 啊 我先让她去睡吧 嗯 可能再过一两天 我们就要时刻去关注 安娜肚子里面的 肚子里面这么一个情况 达到三级的想象力技能 我们的助零六 嗯 嗯 我们南风 我在想 大家 在睡的时候 她要不去 稍微打扫一下 屋子吧 嗯 因为现在大家 嗯 都睡了嘛 然后就她一个 还蛮有精神的 我门卡好像又不是很舒服 我让她去吃一点健康点心 就ok了我觉得 不用带往收音乐的 ok 现在是第二天的早上 安娜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我让她等一会就直接坐到底楼来 嗯 她现在就是要去看一下 嗯 她们的孩子 然后就直接坐到这里来 那现在也是可以先吃一点东西 怀孕分娩 对马上就要到时间了 嗯 ok我们安娜要开始 分娩了 安娜正在生小孩 我们的安娜 每次都是站着生小孩的 她们都在家里生 恭喜是一个女孩 那我们取名还是叫灵奇 啊 然后呢 嗯 是一个 又是一个女孩了 我们取 哎呀 应该是08吧 我打成09了 算了没关系 我们等会再赶过来有空的话 我感觉安娜比之前 怀孕之前还要再瘦一点 这什么道理啊 这些我们安娜可以肆无忌惮的 就是 来照顾 她们家的小孩 因为肚子里面 没有什么了 就 就应该不会有流产 这种情况发生 那现在我们就让 珠南风和基辛一起 来再做 一个蛋糕 那就是 给我们的05 或者06 来增灵嘛 她们的那个 技能的一个成长 成长进度 还是蛮好的 我的门卡还在玩垃圾 她这个行为 能不能就是 就直接制止啊 就没有这个选项呢 我们05号 身上 要不要先去洗个澡啊 我们的珠南风呢 就是来抱抱我们的安娜 就说你辛苦了 生了那么多的孩子 我 我们先来让06号增灵吧 我觉得女孩子 我觉得06号的 那个技能点数啊 要比05号要高 05号06号都可以啊 其实 其实她们两个 都是可以增灵的 那种程度了 就是看哪个小婴儿 愿意先来增灵 你看我们的05号啊 还在瞎跑乱跑 还好现在灯亮了 否则就找不到我们的05号了 我们既然已经抓到了05号 我们就 我们就来让05号 先来增灵一下 她长大之后 还会是橙色头发吗 我们来看一下 05号又张了一岁 嗯 嗯 不要不满啦 我们来一个创意吧 欸我们的05号 原来也是一个女孩啊 我一直以为她是个男孩子 我们来让有亮再来增灵吧 然后先为她选一把 她喜欢的雨伞 因为这里经常下雨嘛 然后她也特别喜欢往外跑 然后呢 给她 赠领到青少年 青少年就是 初中到高中的这么一个阶段 从背影看还是任何人用 然后我们来到住场 我们再来给住场 再来增灵 我们等会再来管有亮和茶呢 我们先把07跟08号 先喂一个奶 先来照顾一下 我们寄星呢 我们寄星呢 给我们的08号 来增灵 好 天呐 天呐 这后面那个小朋友 灵气啊 我又长了一岁 我靠 这个五大三粗的背影 这是谁呀 哎呀 算了没事儿呢 反正倒就这么点 大家都已经 已经见过她还蛮多次了 这是我们的06号 来 我来给你来增灵 增完了应该就不会这么脏了吧 下楼梯真的好可爱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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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号又长了一岁 我们来新智吧 我们来选个新智 我突然觉得我已经四雄不变了 她原来06号是一个男生的 我们等会进cast里面去看就知道了 我们的安娜感觉非常的信心满满 我觉得她应该是觉得有信心照顾好 这么一大家子 尤其是 今天晚上 又是那两个新生儿 她现在去看08号 我们的有料还在打点子游戏啊 获得写 原来她在写作啊 看到我身体过眼了 我们的08号 是敏感的小孩子 现在呢我们一共生了8位孩子啊 我们这个房子实在是太小了 然后呢我们的温敦堡的这个地段呢 还在建设当中啊 等建设的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搬进去 我觉得应该是下下级吧 下下级就会搬进去 嗯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有量啊 蓝色衣服的 然后我们的05号是橙色头发 嗯 我们长大后的 助产和助有量 嗯 在聊天 哇 她们的关系 一直都是蛮好的 那现在大家的一个技能呢 要从1开始起 嗯 我们的助产长得 让我看一下 嗯 还长得蛮有喜感的 那我们还是要整一下容吧 我让她长得就是要像一点 嗯 朱安娜 首先肤色要像 然后呢 她是谁的女儿啊 是戴赫轩的女儿吗 戴赫轩就长得比较的风流倜傻 比较潇洒这种感觉 那我对助产的这么一个形象感觉呢 有可能就是比较的 有个性比较的潇洒吧 就那种不在乎外人的眼光这种感觉 嗯 这样子是不是感觉 还蛮潇洒蛮有个性的 嗯 我现在发现个规律啊 我们每次从CAS进到游戏里面 我们最小的婴儿永远都会 在这座桥上 我们来 嗯 帮我们的油量整一下容 嗯 嗯 嗯 和戴赫轩也是有几分相似的 就是说她的肤色 像她的妈妈 那其他的话呢 就是 各占一半吧 嗯 嗯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游戏 嗯 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的两个新生儿 长成什么样 嗯 柱097是柱08哦 然后呢 嗯 还行啊长得 长得还行 是女孩子嘛 我就把她的发型弄成女孩子的样子 我特别喜欢这种比较干净的发型 因为她是和我们的 白尔凯蒂斯生的孩子嘛 所以说我们凯蒂斯是棕色的头发 我就让她 嗯 就是是棕色的头发 嗯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把 嗯 在外面的小婴儿给抱回去 回住场 获得了健身的技能 那我们 我们0506号 现在都可以自行的 去酒浪里面玩耍 这是我们的07号 我们的有料获得了逻辑技能 我们红糖达到了4级的健身技能 那我们的南风现在正在为我们的 08号 是08号吗 那等会儿 然后我们安娜就一起回家 然后我们来拍一下大哥哥 好暖哦 我们的南风啊 大哥 等一下 蛀唇 已去世中毒致死 艳心 法修缘 是法阿罗的儿子 哎呦贝尔俊杰 是贝尔凯蒂斯的儿子 就是前面两个是 最前面两个就是 嗯 就是流产流掉的 在肚子里面就中毒而死的 在肚子里面就中毒而死的 像这种编号的孩子呢 等他们长到了一定的程度长大了之后呢 我会给他们去名字了 现在还不到时候 做艳心的名字还挺好听的呢 哎呦 我们的 是谁啊 嗯 我们的06号 不是很舒服 然后我们的07号 08号 非常生气 我们给我们的 06号 买买一点 呃 脚底商店里买一点 药水吧 外屁白白自行药水 正面心情指数药水 这是我之前买的一些药水呢 我们都能够买的就先买着 好 金刚膀胱 防冰冻 眼皮比墙厚 嗯 保持清洁 买完药水之后呢 就真的好打理一点吧 就孩子一多的话 就这一些 嗯 就是一些比较 繁琐的一些事情呢 可以用药水解决的 就可以解决掉 那我们的06号 感觉好像挺害怕的样子 我就让他先来喝一杯 嗯 快乐药水 然后呢 有空呢 在他的小床下面 喷一点 就是去散 去散怪物的一些喷物吧 因为我们的05号 在外面弹钢琴 他是把他姐姐住禅 当成了榜样嘛 因为他姐姐小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的 非常的恐慌啊 那就让他进来吧 外面下雨下这么大 哎呦 我们的门壳又生病了 我们来让我们的05号 洗八糟 嗯 因为刚才淋了雨 然后又担惊受怕的 会感冒 所以让他洗个热水岗 06号在写作业 嗯 挺好 大家都挺乖的 嗯 现在是周二早上快到六点了 好 那我们的05号更在洗澡 看到六点的灯就可以吸溜 哇 这个有点 好可怕 我小时候 在上海的时候 嗯 就我记得有些雷声 非常非常的响 然后我能够坐的 就只能躲在被窝下面 我们来教训门卡 然后给他 喂一点健康点心 我觉得应该就可怜了 哎呦 这些都没有打扫 哎呦我们的06号 长大了 就可以帮忙分担一点家务 今天是周二 我们的孩子还是要去上学 我觉得这种天气啊 去上学就是很难受啊 我们来给门卡一点点心吃 还是当一只猫舒服 什么烦恼都不用去想 我们来拥抱一下我们的门卡 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去上学了 现在我们家庭里面有 有四位家庭成员都要去上学 我们的008号 哦不对 07号感到非常难过 非常的无趣 那他现在呢 还好家里有一只猫 他可以跟猫猫玩 哦等一下 我们的008号怎么睡在外面啊 哇今天简直就是一个雷雨交加的 一个夜晚 其实不是夜晚啊 就是这一天 就感觉应该是 性情很不好的一天 因为这个天气实在太差 哦我们的 种产 非常的不舒服 是他自己选择去外面睡的哦 因为他们俩都是人鱼嘛 他们可以睡在海里面 因为他们刚刚长大 所以说他们 就比较好奇想睡在海里面 就没有想到天气可以变得这么糟糕 现在住餐终于 裹回了家 其实我能够理解这种感受 又饿又累又冷 就是最好的 就是一回到家 就先洗个热水澡 然后有香喷喷的粉碳 热汤的粉碳在这里 这种状态是最好的 我们来拿剩菜 或者是做一份大餐吧 这个雷达好怕人哦 火鸡晚餐 挺预客 还是不要躲起来吧 因为你现在躲起来之后呢 你接下去的几周跑步 你就是越来越落后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没有训练 然后你到最后的就是考试跑步 你会跑不动的 因为我们在护理课程呢 他们是觉得 我们照顾不好婴儿嘛 所以就 嗯 无趣 感到 感到非常的困 然后非常的饿 哦 他终于爬回来了 我们08号终于爬回来了 因为他在外面感到非常的害怕 我们来照顾一下婴儿吧 我们来照顾一下婴儿吧 来喂奶 哎呦终于雨过天晴了 那我们的基金呢 现在照顾 908 那我们安娜也是 嗯 我们安娜现在 现在有点呆滞啊 突然反应过来 我觉得安娜真的比以前要瘦了 啊 我们的株林八还是在那里躺在地上 身上臭臭的 现在是睡着了 哦 没有没有 嗯 嗯 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株林五 在外面啊 啊 做仰卧起做练腹肌 我们安娜看不下去了 还是一定要给我们的08号先洗个澡吧 臭臭的 那环境也不是很好 因为大家也在吃饭嘛 我们让朱友亮叫醒我们的07号 然后和07号 嗯 聊个天说个话抱抱他 啊 我们的季星和05号成为了朋友 迟早大家都是朋友 怎么 又下雨了 啊 怎么又打雷了 我们友亮其实也学着南风的样子 现在也变成了一位很好的很好的哥哥 最近几天就是天功不作美啊 我们07 08号现在都非常的悲伤 嗯 我们来观看电视节目吧 大家就 大家就别走时机在客厅里面 去放松一下吧 我们的06号 呃 06号现在 05号国力水族06号获得了二座车 二座具器呢 那我们来让他进行游戏 或者是在网上看一点视频吧 或者说让他订购一点水晶之类的 来培养他自己的一个兴趣 不过每一个人喜欢的东西和兴趣都不太一样了 我们猪05号现在在镜子面前 我们练习演讲呢 还是跟自己打起 这天气太糟糕了吧 别人的一些心情啊都弄得比较的低落 我们安娜呢刚刚给我们的08号洗完澡 现在呢就是 在抱着他的这么一个阶段 也不知道在干嘛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温登堡地段的这么一个 一个未来的居住的一个地段了 那就是这就是我们 呃未来居住的大房子 本来这栋房子是有三层楼的 现在呢我就指 先盖第一层 因为我不喜欢就是楼上楼下走来走去的感觉很麻烦嘛 尤其是小婴儿 然后如果说你走不上去的话 就就只能往外爬 这样不太好嘛 所以我这里呢就设置了一些 儿童区域 还有儿童玩具房 还有儿童睡觉的这么一个地方 啊然后 嗯有两 有两个大的厨房 然后卧室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洗浴室也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就确保呢 这些地方 不管你是几岁的小婴儿 还有多老的老人都可以 都可以reach到 呃还有一点呢 就还有点装修 然后最后的20%的装修还要继续啊 还没有完全装修好 那就是当我们的下夏集呢 我就会让我们安娜一家就搬到 这么一个地段来 那温丹堡正在下雪 哇哦 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原本的家 我们这岛屿的邻居都非常的友好和善哦 每次就是每过几天啊 都会送来点食物给我们家吃 这一只猫简直就是 我无法无天 它刚舔过这只鸡的吗 这是我们的助馋 它在打拳啊 练习臂力 然后我们最小的 不对 我们07号 正躺在外面 趁它没有走远的 嗯 这么一个情况 直接把它带入室内吧 这么小 然后带入室内再喂个奶啊 我们来给助林我 在脚底商店买点药水 这些药水都是我之前 差不多买的相同的一些 一些药水 我本人是更加喜欢吃吃鱼大锅吃鸡肉 然后比较喜欢海边的这么一个 所以说我把把海挑战的第一个住房地段呢 就设置在了我们的岛屿 岛屿的世界地图这里 其实我们的助馋 长得还挺好看的 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整容到最后的一个阶段 我们来到我们的05号读点书 读书呢 不仅仅是为了增长知识 也是为了静心 就培养一种看书读书阅读的一种习惯 0708号都已经睡着了 诶他们睡哪呢 诶我们的05号是 啊ok 08号就在客厅里面 嗯 07号 再被有量洗澡 嗯 我们寄心呢 要把08号给抱起来 然后放在我们的小床上面睡 这样子会比较的安全嘛 啊我们的0708终于啊 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 我们来打开摇篮区 我们让安娜来博尔就是来休息一下 我们去海边 然后就是散一下心 让他稍微休息一下呢 然后我们去钓个鱼 我感觉这期视频马上就要结束了 因为时间已经够长了吧 然后我们来让猪有量 奶海里面如果有 我们就才感觉到非常的顽皮 然后我们来哄一会儿去睡觉来 我想感觉躺在地上就是有不安全 为什么不直接 睡小床上呢 我们的零物她自己终于可以自己去洗澡了 我们安娜已经醒来开始钓鱼了 我们安娜就状态良好 她一直都状态良好 我觉得成年人就是比较的稳定嘛 状态 那现在家里面呢也是一片静好的感觉 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除了我们的宝贝呢 她极度渴望娱乐 嗯 那这个就到我们下一集再说吧 通常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不堪重负 她一整季都是不堪重负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下一集就带她出去 去去玩一下 去旅游一下 我们下一集带全家 帮我们去旅游一次吧 OK呢 谢谢大家的收看咯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